我們很榮幸 其實整個國家在推動數位典廠 從90年 其實已經賣入到第二個分水裡 那什麼叫第二個分水裡 因為第一個分水裡 大家不斷地在點著一點著 就是從文化資產廣傳的觀點 讓珍貴的文物 在一個好的一種數位化的一個科技圖 讓它保留給我們後代 可是我們也在想說 其實典廠網應該是進到運用化的分水 也就是說典廠網應該是這一波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說 如果我們好的點長 還是在博物館的庫房裡 或是我們好的這些文物 其實還是沒有機會 可以讓大眾有進一步的了解 或接觸它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點長 無數位化的這個價值 其實是沒有辦法再弄出來 所以我們這次就在想說 其實從月前 我們也猜無數位的 我們就覺得運用的這一點 應該是現在要大力去啟動的 那您剛才也要說 其實我們點長的 其實這些華人這段 我們點長過了 也有10萬 那我們當時為什麼會跟 周圍跟這些人做的動作 我想大概是有兩個原因吧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其實行程會帶來台灣 對人來的 比較有兩個人指標性的 很重要 我們可以說好的 這些台灣所地 地產或移植 手挖掘出來的這些寶藏 其實很多人都在櫃檔 持一手 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我們看到它 做一個國家代表性的天使標 那第二個意義就是說 其實文創 可以展到今天最缺的就是 那因為我們其實從這個館 開始開館的時候 九萬年開始開工 我們就是他們最佳的 一個所謂的文創人物的 一個所謂的通路基因 一個從前端的開發 到後端的通路 就是我們在跟廣告一起 打出這個之類的品牌 那我想說 我們好像那個時機點到了 我們一手有這個 十一手的這個 國家文物的這個點長的價值 第一手沒有通路 在帶動這個好的點長的 做一個生活運用 或少的運用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 跟食物所合作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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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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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一個姻緣這樣子 好嗎